重磅 事关房地产税 财政部做好试点准备工作 12月27日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2021年财政工作 研究部署2022年财政工作 会议在总结2021年财政工作时指出 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立即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万亿元 做好房地产税试点准备工作 随后 财政部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示 台政部 税务总局将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起草房地产税试点办法 按程序做好试点各项准备工作 普遍认为 为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和土地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以积极稳妥的方式 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 是必要的 赞成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 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对于2022年的财政工作 会议强调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 更加注重精准 可持续 要重点把握好六个方面 一是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 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会议还要求 2022年要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 找准政策发力点 加强政策协同 扎实做好以下十项重点工作 一是加强对市场主体支持 加大政策实施力度 三是加强风险防控 劳傲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对话债不实 新增隐性债务的要严肃问责 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四是强化会计质量监督 和注册会计时行业建设 届时旅行好财快监督堵责